本节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今天又是周末 4月1号 又是一个新的季度的开始 第一季 我还是用那句话 你现在好吗 你今年第一季 操作股票的绩效好吗 你好吗 今天今天是收周线 也是4月1号 好 那每次收周线 我都希望跟各位 叫教学相长 教各位一些所谓形态 所谓技术 因为股票市场很简单 一个月有20个交易日 假设 那他反映消息面或基本面 其实只有一天 公布营收会有消息 利多消息或利空消息 就是只有一天 其他的日子有18天 20天 几乎都在反映什么 筹码 股票在写的手上 我不断要给各位一个很简单的概念 我说假设只有两个人在操作股票 假设两个人 一个叫做多一个叫做空好了 对不对 买的人叫做多 卖的人叫做空 好假设只有两个人在操作股票 那买的要买 卖的不卖 他会不会涨 因为没股票 如果卖的要卖买的不买 他会不会跌 当然就跌 任何一家公司 他的股票是固定 他不会 莫名其妙就跑出来 就这样是不是一定的 股本十亿就是十万张 扣掉大股东手上的股票以外 在市场流动的我们叫做 市场流动的我们叫做福尔 那这些福尔如果收到 收到某些特定人的手上 他不要卖 外面没有福尔 只要有人买他就上来 所以那个概念很简单 我说股票只要有人不卖 大家都不卖 他就会涨 只要大家都不买 他就会跌 我相信这个道理真的很简单 那我又把它浓缩到极大化 假设我都没有人要卖 你跟他买一张 他就涨停 当然上市上贵会涨停 如果在新贵他涨完天 一张就涨完天 所以只要是一档股票 你拥有这档股票 他就是你的财产 他就是你的 所以我说任何一档股票 你要好好去守护它 所以我说我们这档广效型疫苗 有太多人 我一直很 应该很感恩这个陈先生 还有五百先生 因为他们都在扶持这档股票 然后也不服务众望 也就是大家一同扶持 结果他也表现得给大家看 来看今天 来在这里 我用日线 日线在这里 今天收盘240 看到最高241.5 其实这个241.5 240到2401.5 240.5 没有 没有成交量 241也没有成交量 241.5只有一股 一股不是一千张 一千股是一股 一张叫一千股 它只有一股 所以我常常讲 它叫做哨兵 口哨的哨兵 有时候我们讲叫做探子 那个哨兵 所以这个叫哨兵 定标在那里 所以这个241.5 今天只有一股 其实未来 241.5会是下一波的起张点 因为它已经宣誓了 21.5就是未来 下一波起张点就是21.5 当然这过程 必须要经过换手 现在都在换手当中 好 那我说感谢这些 拥有这档股票的人 因为来再看一遍 今天在这个位置 今天已经动不动 就创历史新高 动不动就创历史新高 所以我在这里 还是要跟大家 大家共同互相勉励 你没有的人 因为我不推荐 我们不建议 大家跑去买 不建议 为什么 你没有你干嘛跑去买 你管他会涨到多少 跟你没关系 但是有的人我还是强调 你要来参加我的会员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的V计划 启动的时候 他就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的会员 他在盘中的时候 他会收到我的科兴 会写一个Plan B V计划 Plan B 那就代表说V计划启动 V计划启动 就是你手上如果持股满党的要记得 要锁住不要乱卖 如果你手上持股没有满的 你有偷卖的人要赶快把他收回来 那那个一定是在 我说在他利多 譬如说假设 明天要停止交易假设 那今天 三点以前 我会尽我最大的可能 通知各位 但是如果你不受的会员 对不起 我无法帮助你 你不受的会员 我怎么通知你 我们又不是乡下 像那个里长办公室 那个麦康 跟索尔的整个山里的人 都广播说 这支高楼Plan B 开始了 你又不是住在这个村庄 对不对 你不是我的会员 减信你收不到 call信你收不到 对不起 隔天如果停止交易 再来未来的三天 有可能就乘1.5倍 乘1.5倍 乘1.5倍 假设他的账力过 那那个账力起来哪里 我问一下 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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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年到现在 台湾确诊的 今天是创新高 104例 好 那 有的人也不知道 要确诊没关系 确诊没有关系 对了 但是你会比较衰 我先讲很好的状况 你会比较衰的人 会脑霧 头脑会霧掉 头脑霧掉 就跟眼睛默默的一样 霧掉 头脑就霧了 因为什么都不记得的 那如果是男生的话 听说那个搞完会缩小 对不对 那个你如果没有用了 你就确诊没关系 所以现在我们打完第三季的人 有人一直想打第四季 不过好像还是会确诊 那如果有一楼容易的 能针对Omicron 不管是VA.2.3的 对这些有效的 能预防的 不是 不是减少重症的 而是能预防的 那这个疫苗会怎么样 都大化力士啊 对不对 那现在大部分的有些 譬如说AZ说他们疼秋天 那目前最快的就是辉瑞 或者是莫德纳 因为他们都在台湾啊 那这个什么时候会蹦出力多 有一句话啦 迟到总比没有到好吧 反正你只要会来 迟到没关系啦 就这样子啊 什么时候会来 那一天 来的前一天 就假设明天要来 明天要停止交易 今天我尽最大的可能 通知我的会员 Plan B 要记得喔 这是我们的暗号嘛 你只要是我的会员 你收到call信减信里面 也有写一个Plan B PLAN Plan B AB的B Plan B Plan B計画 你就开始要 把股票给它收回来了 你不是我的会员 对不起喔 真的 会差多少 好 用今天来讲 今天240 好 我先讲今天 有很多我的会员 每天都 我自己一直很奇怪 老师什么时候 我们要Plan B 什么时候要Plan B 那我告诉你好了好不好 我告诉你啦 我我我我我我 我是随便弄一天 好 假设假设假设 假设这里1月24号 好 好 那1月24号 1月24号 来 他挂牌 挂牌第一天股价107啦 那看到哪拉近 最高107嘛 好 对喔 好 来 1月24号 这周线 这叫景线吧 好 1月24号 就是 封关的礼拜一 封关前的礼拜一 礼拜三封关嘛 股价最多也才100.5 好 这是周线 好 那我说假设在1月24号 算100好了 那100的时候 如果他 这个利多兑现 譬如说停止交易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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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要 回头去看不要啊 为什么不要 如果你在这里 好算100 停止交易 那100啦 乘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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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觉得 100乘以1.5 变300嘛 300再乘以1.5 被450嘛 对不对 450再乘以1.5 大概600 不到700嘛 对不对 乘三次喔 假设是今天 假设今天啦 240啦 假设今天 公布 停止交易公布力多 我说那个账力如果很大啦 就是30亿支 每一支抽1块美金 30亿支 每一支要30块美金喔 好 每一支抽1块美金 就是30亿 30亿美金 假设每一支抽三毛 三毛才1%喔 抽三毛就9亿美金 就看账力啦 到时候 会怎样 我们大家慢慢的 反正只要它是鸡喔 那大只鸡问题啦 好 那假设是 假设是 以240为 為標準 乘以1.5 就360了 再乘以1.5 多少 540了對不對 再乘以150 810耶 我夭壽啊 这 我说这样 如果乘以240 假设它乘以3啦 乘以3次的1.5 1.5 你心里开始去想喔 100张 2400万 100张不多嘛 100张那多少钱 再看一遍 这才1月24号钱啊 989而已啊 这107啊 1月24号钱 你买100张 才多少钱 都在1000万以下嘛 1月24号 现在今年而已啊 它不是很久以前 它是今年啊 春节的前两天啊 等于礼拜一啊 好 2400 再来咧 3600 再来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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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0 100张嘛 5400再来咧 8100 你本来是2400万 那你不理我 参加我的会 你就好像 你最少买一个保险 如果 我说 当来的时候我马上通知你嘛 你不买那个保险 也没关系啊 有可能 你觉得很爽 哇 当天涨喔 你很高兴得把它卖掉了啊 米饼那一天不能卖 因为隔天可能天使交易啊 那天就涨起来涨很多 你就很爽 喔 赶快卖喔 赚钱喔 你卖啊 那隔天开始称1.5 称1.5 称3次啊 那你很熟 你把它卖了 100张把它卖了好 假设你卖2500万回来 喔 好爽喔 赚到 可能赚100 200 300 500 不等啦 可是隔天 你又它变成 你买不下手了 再一天 你根本不买下手了 你开始撞墙壁了 第三天你发现 那变8000几万 你2000几万 变8000几万 你不爱 因为你没参加会完 这个会不会 啊 如果会咧 你来参加会 你不过缴一点点的会 我有时候想想喔 这个五角在跟人拌100块 你不敢怎么拌 你发个五毛钱 你可能中100块钱啊 你五毛钱 绝对执回票价嘛 你中可能就中100呢 这个你有可能 大家会想说 这个100一定会来嘛 应该会来嘛 所以你也不过投5块钱下去 五角啦 五块好啦 五块啦 你会拿到100块回来 2000变8000多你不要 你0.2000都把它 很爽喔 赚到我卖250 你卖260卖完了 很高兴 所以我说我的会 每天都在等Plan B 而且我每天都会跟他们讲 如果是你有这种股票的 我说喔 就如同 再回头一遍嘛 就如同这里的时候 你们不理我一样嘛 今年的1月4号啊 这里多少 77 57啊 现在呢 现在呢 来 241啊 对不对 一样的嘛 那这里啊 那拉近 67.7嘛 这里67.7嘛 没有改变喔 这里就是这里嘛 啊 啊 这里241.5嘛 这77啊 多久的时间 所以 所以 为了你的资产 为了你的结果 你可能有 喔 200多变800多 不是三倍 喔 对不对 200是 360 500是 810 2000多变800多 不是三倍而已嘛 对不对 如果可能来呢 就算没有来 反正他 他慢慢 他会走他的路嘛 走什么路 我等一下再讲 先打电话来参加会 休息一下再回来 本节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好 那我们来看 这档广效型气氈化疫苗 它的长线 它的长线 它是未来会如何做法 来 这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好 很简单 我说你只要看他提到的 立望 他会按照立望的模式 是3529立望 好 那立望呢 我也把立望的线土全部跑出来 好 立望干挂牌最高141 然后在这里打了大概三连 不到三连的底 然后突破以后 141突破以后 然后移户上走到2520 好 那再来呢 好 这位总经理 他转账1000股 好 那一般交易有很多人就怕到了 你不受的费 一定怕到了 一定去卖股票了 好 那我跟我投资人讲 这是利斗 他就是利斗 好 然后我们看他成交在这里 197 100张 197 581张 198 711张 其实这里成交不是只有1000张 成交了1300张 好 平均单价197.5 我也跟你讲 197.5 为什么 学说走 我说合理的 可以解读 因为互帮买走 也就是蔡明星买走 那就197块半会变成一个什么 心理上的底 底啦 底啦 197块以下如果真的有机会来的话 我相信你们知道怎么做嘛 好 再来 好我们来讲说 这一路上我讲的你们不相信 可是他就是要走他的路啊 1月4号这里 757 说77 而且来往下 我还特别把RSI告诉各位 因为 我当时讲得很清楚 我说这叫贝离嘛 RSI它创新低有沒有 这个比这里低 可是股价没有创新低 而且它在所谓的多空线下面 都是很好的买点嘛 好 然后呢 上去以后压下来 3月8号大家在停损 因为当时大盘跌300多点 有没有 大盘跌353点 你看大家都在这里停损 结果出现一个很好的买点 好 到了3月22号 我说它如果打出了一个底 这个叫 我常常讲这叫葡萄酒杯嘛 有没有 这酒杯就是高酒杯葡萄酒杯啊 好这里130.5 然后这里185.5 来 是不是130.5 好 130.5 这里185.5 这里总共就是55块 是不是55块 我说它只要突破185加55多少 240 这叫形态学 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这叫形态学 这叫形态嘛 那240会不会来 来 我们看今天 今天有没有240 今天就是240收盘 而且最高240 是不是 我一定事先告诉你 股票要怎么走 它有它的卖动啊 今天是不是240 好 那 这叫短线嘛 好 那它的形态已经走了 再来就是要走它的波浪嘛 好走波浪 来我们再看 这是今年1月24号来拉近 107啊 其实你拿到 你看到我的图 都是当下印下来的 来 你看 2点58分 而且收盘是989 所以一路上 这个都是现场印下来的 我跟其他投资老师不一样是 你看到的投资老师 都是请美工 然后做 怎么叫后制的 请美工做一做 然后你看到很漂亮 问题是 他想怎么做都可以 里面搞不好有些数目字 都是错误的 只是土很好看而已 来 然后呢 这个叫做线 你这样打了4年半的大敌 假设突破 突破107 它要怎么走 好来 这今天 来我们把这个拉大 突破吧 突破好拉大 拉大这里 这个换你拉大这个 好 这很大到上面 好 那既然突破景线来你看 好 突破以后 这里123 是不是三支红K棒 123 三支红K棒嘛 对不对 123三支红K棒 三个礼拜 那我说假设这个是出生段 如果出生段的话 来 你看这里185.5嘛 这里是757嘛 757在这里嘛 757到185.5 我说它涨110块钱 这个假设初生段涨110块钱 好 也就是这里涨了110块钱 那如果是主生段 它会比110块要多 起码起掉就1.382 或者1.618倍 或者更多 最起码就1.382倍 那要确认主生段 就好像我说 要确认主生段 要先确认它 有没有突破185嘛 好 既然突破了 它形态鞋走出来了 今天来到240 刚好很吻合 这个所谓的 我们叫做底部多大 上升多大 好 那它跟你印证 这里是不是主生段 各位会减嘛 241.5 减130.5 130.5 130.5就在这里嘛 来 就这个位置 有没有 130.5 好 那今天最高241.5 位减喔 111 是不是111 好 那从75.7 涨到185.5 这样多少 涨110 不到110嘛 今天涨了111块 那是不是已经 比出生段多了一点点 它叫什么 我刚刚我所讲的 那叫哨兵嘛 因为141.5只有一股 一股而已 不是一股 一股是一股 只有一股 那代表说 来拉近一点 这一段 就主生段 理论上主生段就来了嘛 好 这里130.5 如果1.382 未来 如果是按照波浪理论来走 它应该是 130.5加150 都280嘛 那如果1.618 假设是这样子 要加180 等于310嘛 我把它整出就310嘛 也就是未来 假设你看到280 把它看到310 不要意外 而且这是基本的 我们叫做基本的 波浪理论嘛 好 重点来了 来 那已经涨了三个礼拜了 我说 这里涨五个礼拜 直接涨五个礼拜 很简单 初生段很简单 那主生段就不见得 因为既然主生段 它要走很长 那有可能走三个礼拜涨了嘛 下个礼拜可能就开始震荡 如果不震荡 如果下个礼拜冲上去 我告诉你 它可能一下子就到280 310了 那假设它没有冲上去 它可能下个礼拜 它要再震荡 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 为什么要震荡 火车还没来啊 力都还没来啊 对不对 它要在这里 我说它必须要换手 但是下一波的主生 下一波的起账点 就会变成241.5 因为已经事先告知了 那个叫跳上去的嘛 240有量 240.5是一张也没有 240一一张也没有 连一股都没有 不是一张而已 一张是1000股 2401.5是一股 那代表说未来下一波的起账点 叫241.5 但是要起账点 以前必须要建构什么 这里三个礼拜 有可能放假以后 因为只有三天嘛 三四五三天嘛 所以未来下个礼拜 可能有一两个礼拜 它会震荡 有一句话 10个大股的9个公 不公的那些就状怨 10个胖子9个笨 没有笨那个就状怨 如果礼拜 下个礼拜 如果那个礼拜只有三天 那就像大股的 只有三天的交易日而已 又大股又不公 那就弄完了嘛 结果就喷了 所以到底下个礼拜 是要先整理 还是那个不笨的大胖子 因为只有三天 我们要叫胖子颠倒 三天而已 就三天 所以用三天的力量 可以把它冲上去 那可能就很大 如果没有可能就是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少着一个礼拜 多着两个礼拜 因为不能超过三个礼拜 因为这里只长三个礼拜 那重点是 但是当下如果来的时候 你要怎么做啊 你不是我的会员 你有可能 又不怕买老板 所以想要掌握整个大波段 我说你要整个大波段全部获利 甚至你还要再加 再扣大你的战果 你就要打电话参加会员 因为 我们大家高兴嘛 算加会员都是我们的 打电话 没头一个时间再会 在两个礼拜 里面的攻击 还没隔 Basketball 我们来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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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